接下來呢 要來登場的這位歌手 其實追溯一下 我們要回到大概月末十年期 十年期 2008年 對 20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在流行什麼 那時候在流行就是歌唱曲做比賽 那時候呢 有一個節目呢 叫超級偶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好啦 沒有看過也聽過 那個時候很好玩喔 第二間超級偶像裡面呢 有一個選手 那個選手呢 在這種 你知道平常就是現衝在看的節目裡面 唱翟哥 混了一個 混了一個奇怪的東西在裡面 可是他其實真的很難唱 他本身就是喜歡唱歌的歌手 而且也非常有實力 對 那個時候唱了一首翟哥 也就一鳴驚人了 對 後來其實大家那時候還發起了一個活動 就是說 希望就是大家一起去網上投票支持他 讓他可以晉級到下一個階段 然後他會再唱一首翟哥 哇 因為如果他唱翟哥就被淘汰掉 其實還 還蠻可憐的 不公平 對 還蠻可憐的 所以呢 那後來呢 當然 歌手的身份是他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身份 那還有一個身份是呢 他也開始參與了台灣很多的一些舞台劇 是 或者是電視的廣告 是 短 微電影 就是短片的電影演出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在電視上看過一個那個 WAKAMOTO整場地的一個廣告的話 你可能他等一下出來 兩個上班族 然後一個這樣摸著兔子 然後一個這樣摸著兔子 就跑過去有一條線這樣跑過去 對 所以你可能會等一下看他的身影 欸 這個人我好像非常非常的眼熟 那他的名字呢 叫做瘦瘦 瘦瘦 唱宅哥的我們偉大的阿賈 今天要帶給大家很多經典的曲目 所以接下來呢 也就讓你更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收受曾博豪 掌聲了 啊 他們就這麼走了 我好害怕 現在很焦躁 因為剛剛大家非常的嗨嘛 接下來我要帶來的歌曲 都是一些非常 比較安靜的 呃 他們剛剛翻出了一些黑歷史 然後連會長廟廣告都講 讓我有點不好意思 對 那其實這89年來一直用演員的身份 在活動 那可是自己其實還是有一些 很喜歡的動漫音樂 那我覺得 柴文化這一塊 就是不管現在 你有沒有那麼勤的追星翻或什麼的 對我來說啦 就是成長的路上 他成為我一個 底蘊吧 應該這麼說 就是小時候喜歡的一些歌 然後受到感動 就一直留到現在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像流星音樂 大家會辦一些什麼金運獎啦 什麼明歌金曲演唱會啦 然後什麼王夢凌 什麼東西的 那我就希望自己的樂團 也可以做一張 給老宅聽的音樂 那 因為我們的樂手呢 已經準備要生小孩了 所以 他們今天沒有辦法過來 那我就帶著 我們現在錄音的進度 那 是即將會在 也許年底 或者是明年上半年 發行一張 就是給老宅聽的專輯 就直接叫做老宅哥 Sung for all the paku 是這樣子 謝謝 那當然因為 身為一個劇場演員 然後就是打零工的演員 所以也不是太有錢啦 所以我們是做一個比較 不插電的 比較溫暖的風格 然後 呃 當然我們的團員裡面 沒有很正的女孩 然後 大家也不太會玩 Cosplay 什麼的 所以就很專注的在音樂的部分 那今天這些曲子 相信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詳 那也希望你們可以喜歡 那 首先我要帶來這一首呢 來自於 新機動戰記 美男戰隊 W Viu的主題曲 名字好像乖乖的齁 謝謝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詮釋 接下來這段時間 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冷靜一下 然後把那個能量留給希澤 我的意思是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 聽完我們的這些音樂 然後 之後發傳輯的時候 可以多多支持 或者到臉書上給我們鼓勵跟打氣 那我們也會一直 做一些好聽的動漫音樂的cover 好 帶來這一首 Just Communication inse 廃木 濡れたその肩を 温めるように抱いた 震えてる指先は 何を求め彷徨う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帰る愛を信じて Just wild beat communication 何も恐れないで 感じあえる確かな今 誰にも奪えないから Just wild beat communication 夜雨に乗られながら 色褪せない熱い想い 体中で伝えたいよ Tonight 遠い夜明けまで 寄り添って過ごしたいよ 何もかもしても 優しさだけなくさずに 言葉の夜にまで 寄り添って過ごしたいよ 何もかもしても 優しさだけなくさずに 言葉の眼差し守りたい 悲しみ強さに 愛を愛を信じて Just wild beat communication 何も恐れないで 感じあえる確かな今 誰にも奪えないから Just wild beat communication 愛を離さないで 愛を離さないで 溢れ出した熱い姿もつれた胸 解き放って Tonight 愛を離さないで 愛を愛その愛 Just while being communication 何も恐れないで 感じ合える確かな今 誰にも奪えないから Just while being communication 雨に降られながら 色褪せない熱い想い 体中で伝えたいよ tonight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本当に大変な感じ では 私を探索 私は気づられやすい 私は気づられなかった 私は気づられます 私は気づられます 好,那相信大家聽到的這個Just Communication就是跟印象中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它就是一個非常90年代風格的電子舞曲 那其實我們想要做的改編就是覺得既然要做Cover的話就不想要跟原唱太接近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可以讓大家把CD帶回家以後可以很沒有壓力的很舒服的聽完 然後可以聽得出是一個很質地很精純的音樂 那我們的樂器只有鋼琴和一把吉他還有一個木箱符 對,就是那個木箱符 欸,這好像瘋狂大受吉 我在講什麼老梗,老梗咧 KONAMI都已經壞掉了,講什麼瘋狂大射擊 Fuck you KONAMI 不可以講出來 幹嘛這樣,人家經營健身房跟Pachinko都還不賴啊 接下來帶來這首歌,稍微比較新一點點 也是鋼彈的歌曲 因為大家看我今天穿這個就知道 是一個完全是吉翁的狀態 對,基本上 吉翁 吉翁 好好好,那個 那個,那個 相信我的弟弟在泉下有吃也會非常的安慰 卡爾瑪不會白白犧牲齁 神經病啊 好不好,基本上只要一顆眼睛的都是我的菜齁 謝謝 好像講得很奇怪 好,接下來帶來這首是來自於 就是 鐵雪的便當 鐵雪的 個人很喜歡的一個片尾曲 來自於米西亞的 那當然他有大隊的管型樂團 那我們是一個不插電的樂團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比較輕快的改編 希望大家可以有喜歡 好,那就請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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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くなれるから You're on my mind 聞こえますか 今は歌う Ah 闇夜に浮かぶ 青い光に 孤独を隠す 争いのあとに残るものは ただ悲しみだけ つわものだじは 夢のたてばに何を見るのだよ Always 涙 人は悲しみして 優しくなれるから Peace of the mind 聞こえますか 空が歌う 愛を歌う 君へと歌う Blue horse Always 空へ 僕らは今 希望といる 船を出そう You're on my mind その刹那に 空が浮かぶる Oh Always 友よ 君のその手には 自由を描く 未来がある Love on my mind この時代に 愛を歌う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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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be fin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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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對於這個比較清淡一點的口味的詮釋 也就是還喜歡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次非常的努力 然後盡可能的排斥所有數位化的科技 比如說MIDI的弦樂 或者是MIDI的一些合成器 或者是Trip Tune音準什麼的 其實我們都是盡可能用那個 890年代的狀態在錄音 因為我們覺得想要唱一些老歌給大家聽 我們就想要用一個比較老歌的方式來傳達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歡我們這一次的歌曲 好 接下來是 又是一首鋼彈歌 好啦 是最後的鋼彈歌了 這首鋼彈歌其實 比較不是那麼常聽到 因為它已經 算是比較早以前的作品 它是鋼彈的第一部OVA作品 如果是老鋼彈 你應該就知道我在講0080這樣子 對 那因為我其實小時候看了0080以後 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覺得 就是哭到爆炸的狀態 對 然後其實那個感動的 那種感動的感覺就是到現在都還讚 所以 它的片頭曲跟片尾曲其實都非常的療癒人心 就是在一個很殘酷的小舞台裡面 可是看到的那些眾生象其實非常的動人 然後我就對這些歌曲有很深很深的印象 那帶來這首是 比較一個輕快的活潑的片頭曲 就是 就是 いつか空裡届いて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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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you see That you are sweet O let me love you so by bwd6 見上げる空は届いけど 抱えきれない夢がある そうよ 作られた 世界の中を抜け出して 自由になりたい 走り続けて 空に届けば 風になれると そう信じてるから I'll never give up forever これでいいのどうだれもか 無口になってしまうけど そうよ 今まで 出会えなかった 本当の愛を知りたいの 腕を伸ばして 空に届けば 新しい価値 なりのとき見えるよ You'll never give up forever 愛ば 就像這首歌詞說的一樣 希望大家也永遠不要放棄 自己熱愛的事物 因為有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跟著你一輩子 然後變成你的一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非常開心的在動漫啊 把各種遊戲的世界裡面 很自在的穿梭 走り続けて 空に届けば 風になれると そう信じてるから I'll never give up forever Android 文字幕 I'll never give up forever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覺好像快要結束了一樣 其實並沒有 其實我 剛剛大雄提到我在超級偶像 突然覺得好遙遠 好像很近又很遙遠 一晃眼八九年就過去 大家知道 宅宅 我自己也是宅宅所以我了解 他們有點害怕受傷 所以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有一個人 他說他是宅宅的時候 通常啊 我那時候得到很多網友的 也有很多鼓勵也有很多批評 他們會覺得說你在消費 宅宅的族群嗎或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必須要拿出來 分享的就是 就是 如果你喜歡這個東西的話 我比賽結束已經十年了 然後我現在是做演員的工作 但是我還是很希望繼續把 好聽的動漫歌曲 留給大家 那也希望這個心意大家可以 可以察覺到 對 絕對不是一個什麼消費 宅宅市場的一件事情 謝謝 大家有空可以去 我的臉書 或是我們樂團的臉書 給我一點鼓勵 然後其實我跟高雄這一片土地有很多淵源 就是 除了有幾次來國二動漫展演出以外啊 最近也一直在高雄電影節有一些 有一些 作品 那如果大家上網搜尋的話可以看到一個 讓座貼紙的短片 那個短片其實是高雄電影節的幾短片 對 然後它是一個很白癡的短片 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我現在身上也貼著一些讓座貼紙 這一張貼紙寫的 到了高雄才發現 不是每個高雄妹都長得像高潔少女 超幻 高雄的女孩不要生氣 而且那個富途是一個 花媽的發戲 超幻 對 謝謝大家對讓座貼紙的支持 那 不管是國二動漫展 或者是高雄電影節 其實高雄很多精彩的藝術活動 包括每年春天的春天藝術節 其實都有很精彩的表演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正在起飛的高雄的文化活動 這樣子 好關槍喔 我又沒有拿他們的錢 接下來呢 要帶來這一首 在一兩年前吧 又有白書好像連載25週年 然後那個時候 有一個自發性的同好團體 邀請我的樂團去參加一個音樂會 然後是又有白書非官方25週年的音樂會 那我們在那邊看到了 很熱情的又有白書的粉絲 即使過了25年 還想嫁給桑園或是藏馬的人 還是大有人在啊 所以我就帶來這一首 又有白書的其中一首片尾曲 因為大家都聽習慣了他的片尾曲 就是 別切 別切 都不要緊別切 所以帶來這一首 片尾曲 天啊我發現我的那個 很老頭 我開始中年化 帶來這一首他的片尾曲 呃 大家都把它翻到幻想年代 Daydream generation 同志文的念法 Daydream generation 啊算了 換小兩代 我們把它改變一個比較放赫的節奏 成績 從天啊 因為真是一個現場可能 spacут而已 遠く煌めく優しさより ただ一つはこのままが欲しい 冷たいカラスの街を くぐり抜けて その手に触れたい 気持ち確かめたい 目を開けて見る夢だけ 強く抱きしめているよ 風が吹いて雨が降って 心は揺れても 目を開けて見る夢なら 今は傷ついてもいい この空が勝手なほど 素直になれるよ 気づいたら誰もが孤独で 無駄しさに少しなれば Lonely 白手抱きざるカリの部屋で 臭いだ顔を持ち上げる まとまらない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打ち壊して アイディアぶつけよう 不危険な明日へ 目を開けて見る夢には 目を開けて見る夢には かなりどけがあるのだろう この街が勝手な鼓動 捨てられない 大人の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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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